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MeWi、Facebook和IG 我會發放更多不同種類的玩具最新消息給大家 還有按鈴鐺搶先看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力高 我們今天又來這個即買即拍即開箱 我們今天開這個龍珠SHF 今個月的龍珠SHF真的出了很多隻 包括這對良父子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Youtube 就告訴大家 我兩點多已經在Yinsey樓下的台灣牛肉麵 在吃著等他 誰不知我猜不到 我一等就等了三個多小時 去到五點多六點才有課飯 就是這兩對父子 不知為甚麼情況下 這個來自未來的少年 這個杜拉格斯 我想真的很多人都喜歡 而一早去了訂貨 因為我問了很多間玩具店 都很灰地跟我說 你沒有訂的話應該都沒甚麼現貨 誰不知 黃天不負有心日 我走到腳斃 終於終於都有一隻給我買到了 而我今天的入手價就是420元 但有個很不幸的消息都想告訴大家 而在我拍片的途中 回來的途中 他的炒價已經在Karls 最高到650元 所以如果大家在街上看到還有現貨的話 價錢做個參考 不是太遠就奉勸你們早點入手 因為這個炒價的味道很容易飆升 因為這次的杜拉格斯 我就這樣看上面是多吸引 好了 我們不要說那麼多了 我們快點來開箱看看 這隻杜拉格斯裡面是怎樣 鏡頭一轉 當然要讓大家仔細看看盒子的近鏡 先看看 這次的杜拉格斯 真是全城去瘋場 我相信龍珠迷 大家應該都不想錯過了 因為這次他還有一把大劍之餘 最重要他有兩個頭去換 有一個紫色的頭髮給大家 還有他有一個超級殺人頭 而且他的服裝方面 其實是真的很貴死靚 好了 不要說那麼多 我開箱給大家看看真身是怎樣 唉…我都很期待 因為這隻我問了很多很多間店 就說你沒有訂的話 就應該分不了現貨的了 這個真的每個都去買 好…給大家看看那個簡單的說明書 好了… 雖然這次這隻是420元 但這隻420元的龍珠SHF 我又覺得挺貴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等太久 真的… 經過我的一番努力 唉… 而得到手的東西 才特別覺得去經貴 好… 我們就開箱 好… 哎呀… 散了…不要緊 給大家看看 現在打開了膠盒的臉 也很近的 給大家看看臉雕 這次跟了… 除了可以超級實眼頭 三個樣子 因為牠的眼眉都是黃色的 而… 最重點是什麼 跟著這個紫色頭髮的 杜拉格斯的樣子 這個是我相信大家 在這隻杜拉格斯來講 是最喜歡的一點 因為大家可以幫牠換到不同的頭 如果牠的頭髮 感覺上就…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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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這個杜拉格斯的頭 的確… 牠的頭髮也漂亮 好棒… 這個來自未來的少年 還有另一個重點 就是牠的… 大劍 這把大劍 也是牠很標準的武器 可以這樣拔出來 有劍套的 不得了… 好棒… 劍其實不錯的 好… 好… 先插上去 我們首先看看 一些配件 面雕、手等 另外呢 頭髮方面 也可以換去更加豎起的 即是超級的頭髮 可以豎起的 應該是封面這個 豎起這個 轉頭也會放姿勢 給大家看 手方面有很多 猜不到 這次1、2、3、4、5 10隻手 5對 超級多 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看看吧 樣貌 就有三個 原裝超級殺人版的話 就有個… 不舍的樣貌 大喊 還有很憤怒的樣貌 我先拔掉 大家可以看到 這次的服裝 是比較… MAC 即是那些… 比較牙面一點 還有那個外套很漂亮 是分開一折折的 我們擺姿勢的時候 當然就會好很多 可以擺到各種不同的姿勢 比較容易 對了 穿這個短的jacket 的道理駕駛 又真是挺帥的 衰鬼 好 看看旁邊 有個章 好 看看手腳 對了 太大力了 哈哈 但可以的 它又不是鬆鬆的 只是剛剛我遷就的角度 好了 放不同的角度給大家看看 皮帶可以移動的 肌頭部 kind 剛才跟大家來試用了 algunos 筷子不知道是否 只是我的大力 它又碎螢's 但不要緊 我們先先用 zg 但接合位是OK的,沒有那麼多穿崩 近鏡本身跟給我們的樣子 頭髮也有漸變,髮根位是比較深色的 頭部、頸部都可以 不要說那麼多,快點放些姿勢給大家看看 好,第一個姿勢 首先,第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幫讀拉格斯安裝一把劍 換上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的紫色頭髮 因為不知為何,它大一下大一下 由紫色頭髮慢慢變成淺藍色的頭髮 我個人對紫色情有獨鍾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麼? 第一幕看到他出場的時候就是這樣 而這次我覺得也算是很神還原 我們在我們心目中的 讀拉格斯的樣子 超級有型 準備去決戰這個菲利的父子 我相信當年這一幕 都迷不少粉絲 包括很多的女粉絲 都很喜歡讀拉格斯 真的比較英俊 而且很有型 因為他是來自未來的少年 而他的未來感 那時候來說真的很夠 當然要近鏡一點 拍我們這個紫色頭髮的杜拉格斯 是不是很有型呢? 多角度拍給大家看看 尤其是他短的jacket 配上他這把大劍 快出竅了 那把劍 我們就放多些姿勢給大家看看 第二個姿勢 對啦 亦都幫他換了一個搓的側面 還有幫他換前面的兩條陰 真的這樣看 越來越有型 當日悟空很辛苦才打敗這個菲利 但是這個超級殺人的杜拉格斯 加上劍 竟然很輕鬆 就斬開他一半 當然啦 這個機械菲利我沒有 也沒有出過SHF 所以就幫不了這個菲利 去和大家去神還原 當然啦 如果因為那時 龍主力太紅太多產品了 我們一早就知道他是一個超級殺人 不過絕對想不到 他打氣上來 可以這麼搓 這麼有型的 這一幕我真的覺得無懈可擊 而我真的多角度 要給大家看 無論高炒 低炒 他都是非常有型的 杜拉格斯 真的 很受大家歡迎 所以這次翻課 以我所知 香港真的翻得很少 所以大家有機會 快點入手 要不然的話 炒到天價就無謂啦 好啦 我們再放些姿勢給大家看 之後呢 對戰菲利 最後一擊的時候 一樣可以神還原出來 亦都可以證明到 其實他的手 方面 其實活動性都挺高的 雖然沒有鏈鋸人那麼好 不過我覺得 整個經典的搓姿勢 都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嘩 倒拉格斯 真是 零死角 他 是不是很有型啊 大家 真是在後面再看 這個姿勢 因為我特地零空了 支架 就容易一點可以看到多角度的他 大家呢 又對這個 倒拉格斯 可以給到多少分呢 而大家看完這條片 會不會非常之心動啊 還未入手 好啦 我們再放一個姿勢給大家看 到今天最後一個姿勢了 這個姿勢就是 因為動畫和漫畫都沒有交代過 這招叫什麼名字的 我自己個人覺得 就有點像這個磨閃光啊 可能會不會是不犯呢 是未來倒拉格斯的師傅來呢 看上去真的有幾分相似的 還有今次的這個倒拉格斯 420元 我自己呢 就真的給得很高分了 也都說回 其實剛剛都說漏了的 就是他的棋子很穩陣 不會說很重身的 也都其實看到 他的平衡感也很好 就算他有把劍啊 換手啊 放一些姿勢啊 各樣呢 他今次真的做得 跟他平時的姦閣呢 你都知道的啦 BANDAI是好鬼死 偏心一點 姦閣的嘛 而這個倒拉格斯 他真的下了很多功夫 大家可以近鏡點看一下 這個倒拉格斯 真的沒有什麼好挑剔的地方 唯一的是比較小貨 所以大家入不了手 或者還未入手的 就加油了 好啦 那我們呢 這條片呢 就去到這裡啦 如果你都喜歡我這些 即買即拍即開心的片 記得給點支持 Like和Share一條片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好啦 我去吃飯了 那我們下條片呢 就去跟大家去開 另一個 大家應該好期待的 超級殺人比特啊 即是倒拉格斯的爸爸 這兩父子 真是令我腳都糟了 好啦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給大家看 可以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